如果时间可以倒退10年 相信不少玩家都还在使用20Mbps 10Mbps 甚至5Mbps的小水管宽带 尽管其对连机游戏的影响并不大 但如果是游戏更新或者重新下载时 每秒400KB的下载速度带来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但如果能够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 将你的电脑从梦中唤醒 并帮助你自动的完成下载游戏的任务 简直不要太爽好吧 那这种特殊的方式究竟有没有呢 诶 超低格还真有办法 下面就来看看该如何操作吧 一提起远程开启 相信不少玩家都觉得那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其实呢 远程开启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 只需通过广域网或者局域网 向电脑主机发送一条命令 就能让其从休眠睡眠甚至关机状态下唤醒 将而实现远程操控的目的 至于具体怎么设置呢 首先我们得打开主板BIOS的网络唤醒选项 这里就以B550M排击报为例 在电脑开启时长按键盘Delete键进入BIOS界面 然后找到PCIe设备唤醒功能 将其设置为开启 之后保存并退出BIOS重启电脑 等到电脑重新开启进入系统后 我们在打开路由器的管理页面 找到局域网设置 并将DHCP服务打开 最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络支配器 并双机正在使用的网卡 在高级选项中打开网络唤醒功能 并允许计算器关闭此设备以解决电源 和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两个选项 完成以上操作后 电脑的远程开启功能就算是彻底打开了 但这还只是第一步 现在还需要一个可远程控制的设备和软件 目前市面上的这类东西有很多 但绝大部分的操作都较为繁琐 不利于电脑小白使用 为此操机后在这里就推荐一款 有傻瓜式操作人人都可以使用的产品 向日葵远程开机棒 首先我们按照说明书连接开机棒 另一端连接MicroUSB 并使用5V一安通用电源支配器供电 而另一端使用网线连制路由器 连接完毕之后 如果绿灯常亮 则代表开机棒可以正常工作了 之后进入向日葵官网 下载安装好客户端 并登录一个用于远程控制的账号 当然手机端也需要同样的操作 可以远程开机棒绑定到电脑客户端下 当然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在软件中点击添加设备 然后选中开机棒 输入SN设备码即可 完成以上的步骤后 所有的设置就算完毕了 最后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手机客户端向日葵APP 登录上后就可以看到 当前已经开机并在线的电脑 点击进入设备的功能主页 目前可以实现的是 手机端桌面控制 桌面观看 远程开关机 以及远程文件等等 设想的OCM命令去另行付费 任意点击一个进入 比如使用手机远程控制桌面 这时手机就可以模拟出键盘和鼠标 诸如复制文件 发送信息 都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 特别适用于哪些文件忘记拷贝 但又临时需要的用户 除此之外 如果你出门在外 但又想提前下载东西 也可以打开APP 点击开启设备 就能让你躺在家里的电脑 瞬间唤醒 十分方便 除此之外 使用下游可以开机棒 还可以实现远程批量 开启基于网内所有机器 省弃了许多繁琐的设置步骤 让远程开机更加的方便快捷 这对于管理人员来说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辅助工具 当然除了开机棒以外 向日盔旗下还有智能插座 和智能插销版两款产品 二者都能适用于家庭或者办公环境 使用插线板的每个插孔 都能单独控制非常方便 但值得注意的是 要想正常使用智能插线板 除了需要打开之外 BIOS中的网络唤醒选项以外 还需要开启电脑的ACRecovery功能 要不然就不能成功远程开关电脑 虽然远程开关机的功能虽小 但作用极大 它不仅能够解决广大用户的燃眉之急 而且也能解决时间成本 和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相信今天教学后 也可以收获一些有用的干货 仅仅是使用到了一个 向日盔远程开机棒 连接简单上手容易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计算机的干货小技巧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